人类真的就是地球上的统治者吗 何在地球上是从了上一年的动物做比较 那人类与动物之间的差距到底有多大 欢迎来到熊马哥的神奇动物园 本期咱们一起来看看 人类村动物身上研究发明出 震惊全球的顶尖科技产品 13年前 一个吃大全球体谈顶尖科技的运动产品 名震全球 它就是鲨鱼皮泳衣 2008年 鲨鱼皮泳衣在北京奥运会上大放异彩 那美国运动员菲尔普斯 凭借鲨鱼皮泳衣 一人就拿下了8枚金牌 成为历史上单级奥运会获得奖牌最多的人 之后啊 菲尔普斯更是获得了23枚金牌 成为了奥运会史上金牌第一人 这样夸张的成绩 谁知也把鲨鱼皮泳衣推上了巅峰高度 和它的名字一样 鲨鱼皮泳衣就是仿生鲨鱼制造出的科技产品 那鲨鱼在海洋里的速度 那是出了名的迅速 除了自身强大的肌肉爆发力以外 鲨鱼的身体造型以及皮肤 都是提高运速的关键所在 那相比其他鱼类 鲨鱼的皮肤非常粗糙 表面不满了许多尺壮凸起的顿鱼 这些表面粗糙的V字形脂咒 能减少水流的摩擦力 使身体周围的水流更高效地流过 鲨鱼也因此提升了运速 而鲨鱼皮泳衣 就是采用纤维 从而模仿了鲨鱼皮肤的结构 穿上它的运动员能够引导周围的水流 减少3%的水阻力 并且提高勇速 打破身体的限制 这对一项公平的奥运会而言 一跃成为了黑科技的天下 那这也就引来了一阵飞翼 最终国际运团决定于 2010年5月将在全球 进用高科技鲨鱼皮泳衣 从而还取运动员一个 公平竞争的环境 那第二个模仿动物制造出的科技产品 它就是名阵军事界的超级武器 B-2隐形轰炸机 在说之前咱们先来开张图纸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 B-2轰炸机的机体 和这个鸟类惊人的相似 不用诧异 B-2轰炸机正是无法 这个鸟类完成勾造的 这个鸟类叫做油损 是地面上飞行速度最快的鸟类之一 那你可能不相信 油损几瓶虱肉之躯 就可以达到每小时飞行 382公里的极限速度 甚至超越了高体的速度 这简直就是天方夜谭 但事实也确实如此 油损的身体比例堪称完美 油损减的身体 可以减少17%的空气足力 它鼻上有的小锥体 这可以使它在高速飞行的状态下 引导气流进入身体 进一步的缓存掉 空气再来到冲击力 咱们单从B-2轰炸机的外形上来看 你可以很明显的看到 这两个设计点 同时 B-2轰炸机也靠着 仿松动物的科技 成为了军世界最强务力的武器 虽然已经问世20年有余 但它 仍然是全世界最致命的武器之一 那看起来 人们在动物世上 需要学习的知识 还有很多呀 关注视马哥 下期视频更精彩